流离语万用词 小词又大用 英语大不同 Hey guys Welcome to my class 流离语万用词 英语思维家核心画文词 说出任意场景 无障碍表达 我是欣辉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课堂 在上节课当中啊 我们学习一个词叫give 以前你觉得它只是给 但你发现 有人家还能发号施令 阅读汇报 大大的拥抱 以及还能传染疾病了 所以你看 小词又大用 它的微力你可不知道 所以现在把这四个 做个连线吧 看看你找我的怎么样 OK 欢迎回来 发号施令 把施令给出去 He likes giving orders 进行阅读汇报 把阅读汇报给出去 He gave a monthly report 大大的拥抱一下 把这个拥抱给出去 I gave him a big hug 把感冒传染给了我 也就是把这股冷空气给了我 He gave me a cold 所以在上节课当中啊 我们学习了这样的一个 给的动作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 咱们的万用词之旅啦 看这里 学英语课 刷卡 接受工作 需要耐心 拍照 记笔记 用英文怎么说呢 哎 今天这个词叫take 我知道啊 你以前一定把它翻译成了拿 对不对 拿走 那其实啊 还有一个画面叫什么 本来在别的地方 把它拿过来 本来在别的地方 把它拿过来 好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几个句子 为什么都可以翻成take呢 学英语课 是把英语老师的知识拿过来 所以 I'm going to take an English lesson 你看这个画面和上节课的give 是不是完全相反呀 一个是给出去 一个是拿过来 再看 可以刷卡吗 把卡拿来 才能刷 所以是 Do you take credit cards 接受工作 把工作拿来 才能接受吗 I will take the job 拍照 什么意思呢 照片呢 本来是在相机里的 我拍完之后 咔嚓 照片一弹出来 是不是变成我的了呀 拿来照片 Please do not take any pictures here 需要耐心 哎 就是说钓鱼这件事情 我得把耐心拿过来 才能钓好 Fishing takes patience 好 最后 系笔记了吗 把别人的笔记拿过来 变成你的 Do you take any notes 你看 这几个句子 看起来不一样 其实本质画面 都是一回事 那就是 take 好 今天我们要逐一 学习它的画面 先来看第一个吧 实际的抓拿动作 让我帮你拿外套吧 Let me take your coat 很好理解 对不对 那我们来指引反三一下 拿外套是take your coat 把你的鞋子给你放起来 take your shoes 把你的这个眼镜 给你放起来 take your glasses 是不是只要换画面的词 就行了呀 好 你们这里可以刷卡吗 把卡拿过来 Do they take credit cards 注意我们读快之后 这个课是不发音的 词也是不发音的 所以连到一起叫 Do they take credit cards Do they take credit cards 非常好 来我们接着往后走 这里呢 有三个小练习 都是用take 你看一看 你能不能做出来 好 现在先暂停一分钟 自己做 一会儿回来听我讲 Welcome back No.1 我能开你的车吗 把你的车拿来才能开嘛 所以是 Can I take your car 非常好 Can I take your car 他握住了他的手 是不是你得把手拿来 才能握得住呀 所以英文叫做 He take her hands 用音乐是握住了过去式 我们take的过去式是 took 所以叫做 He took her hands 看最后一个句子 需要我帮你拿行李吗 拿行李得 所以是 Can I take your luggage 非常好 全部连起来 跟星辉老师 我们来读一遍 Can I take your car He took her hands May I take your luggage 非常好 三个句子学会了吗 生活中只要是抓拿 真真实实实实实实在在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用take这个词 给它用起来 好 现在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美剧老武器当中 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 是怎么用的吧 Can I take your coat 朋友当你在做客 你说 是不是要我帮你 把衣服挂起来呀 May I take your coat May这个词也很棒 很有礼貌的一个表达 Can I May I Could I 其实都可以 但是May呢 让着客人 这个语气委婉的感觉 会更强烈 来咱们再听一遍 Can I take your coat OK 那除了拿衣服 还能拿别的吗 我们再来一个美剧片段吧 查理声唱日记里面 他是这么说的 I'm just gonna take 10 bucks from your purse I'm just gonna take the whole purse 我特别喜欢这个片段的表演 因为他特别适合 想take这个单词 他说 我能不能从你包里拿10块钱呀 你看这个妈妈的动作 是不是把这个拿走了 对吧 I'm gonna take 10 bucks from your purse 在这里啊 我们有一个词叫 Gonna Gonna是何方人也呢 其实它的完成版叫做 Going to 比如啊 我将要拿钱 I'm going to take money 但在口语当中 我们为了读快 会把Going to 变成Gonna I'm gonna take 是不是比 I'm going to take 要更快呀 好 那么在这里 Box又是个啥呢 我们平时说 多少多少钱 咱们是不是说 Dollar这个词呀 其实Dollar和Buck的关系 就好比说什么呢 正式场合 这支笔花费100元钱 但是口语中怎么说 嗨 100块 所以它就是元钱 和快钱的区别 那么正式来说 叫Dollar 口语当中叫Buck 你明白了吗 好 所以连到一起 I'm gonna take 10 bucks from your purse 结果拿着 拿一会儿想 十块钱不够 我把你包里都拿走吧 后面又来的句 我要拿走整个东西 所以Take出现了两次 咱们再听一遍吧 I'm just gonna take 10 bucks from your purse I'm just gonna take the whole purse I'm just gonna take the whole purse 就整个包都拿走了 学会了没 OK 一个动作搞定了 我们来看它的第二个动作 表示接受 这个时候呀 接受 你看啊 它就不是一个真的东西了 是这种情感呀 抽象的想法呀 观念啊 等等啊 它承担了全部责任 怎么说 She took full responsibility 什么叫fone呢 fone就是全部嘛 就是百分之百 它把百分之百的责任 全都拿过了 那不就是我自个儿一个人承担了吗 有苦我不说 我都承担了 She took full responsibility 学会了吗 在这儿我们注意这个词发音啊 Responsability 好 全部连起来读一下 She took full responsibility 非常好 那除了承担责任 那除了承担责任 还能承担什么呢 赞美 但这个时候咱们就不说承担了 是吧 不好的事才承担 那好的事怎么能 把赞美拿过来 是吧 变成我的 所以你应该把它当成的赞美 就是你应该把这个赞美拿过来 You should take that as a compliment You should take that as a compliment 好 那么在这里注意 读快了啊 李老师 发音现象 我们在英文当中有六个字母 在单词结尾的时候呀 它是不发音的 所以不要竖的 是 不要take take 不要that that 连到一起 You should take that as a compliment 非常好 这个comment叫赞美 You should take that as a compliment 学会了吗 来啊 现在我们做一个小练习 这几个句子呀 都需要你去用take表达 具体怎么写呢 先忍住暂停 自己试试写一写 一会儿回来我来讲 OK Welcome back 我们来看第一个句子 你的咖啡里要加牛奶吗 加牛奶那不得把牛奶拿过来吗 是吧 所以我们的英文叫做 Do you take a milk 好 连到一起 Do you take milk in your coffee 看第二个句子 你会接受这份工作吗 那不得把工作拿过来呀 所以叫做 Will you take this job Will you take this job 好 下一个句子 我最近一直在上英语课 你怎么上课呀 你今天听新闻老师的课程 是不是得把新闻老师的知识都拿过来 才能编成你的呀 所以你看抽象概念 叫做 I have been 因为是我们都已经这个结构了 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对不对 表示一直做什么 未来可能继续进行 叫做 I have been taking English Lessons 上课你可以说Lessons 你可以说Classes 你可以说Courses 都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啊 这三个东西 你喜欢哪个就有哪个 好 下一个别会错意 什么意思呢 就是别把那个当成错的拿过来 叫做 Don't take it 或者take that the runway 好 以上就是我们这四个句子 现在和新闻老师一下读一下吧 Do you take milk in your coffee? Will you take this job? I have been taking English classes I have been taking English lessons I have been taking English courses Don't take it wrong way 好 你学会了吗 这四个句子都是生活中非常高频的啊 不管您是学生 还是上班族 还是在国外生活的 又或者是叔叔阿姨 写中原本只要是个人 这个句子生活中就会用到啊 所以咱的课程再一次验证了 那不分小学英语大学英语 就是是个人生活中常用的英语 咱就一定要把这套课 跟着新闻老师好好的把它学完 好不好 学完之后 你一定会有大不同的 来 咱们接着然后走 看一下外国朋友在这个句子当中啊 我们把这个词用的特别的微妙微笑 咱们来听一下吧 I will take that as a compliment 女生说 Yes I will take that as a compliment 我就把它当成你夸我吧 她说本来就是在夸你啊 你没听错 我没有在一样怪气啊 Yes it is OK 这句话我们搞定了 那接着看啊 我们开车回家 花了一整天时间 为什么也可以用take这个词呢 It took us all day to drive home 这句话的原生是谁 它长啥样 咱们看看啊 正常来说 开车回家 用英文咋说呢 咱们要先说这个句子啊 叫做 to drive home 花了一整天时间 就是把这一整天拿过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是 to drive home took us 什么呢 all day 一整天 它本来应该是这样的结构 但是你会发现啊 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主语太长了 你的整个句子结构就这个样子了 就是倒三角 头重脚轻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呢就找了一个形式主语 叫做it 对吧 你这样一看 It took us all day 是不是感觉这个 三角形有稳定性了 它又变成了一个头轻 脚重的 这样才能支撑住 所以 你真的是啊 你是在跟我学英语吗 你不是啊 你是在跟我学习的是英语的思维 是利语结构的美 我们倒三角站不稳 于是呢 变成了一个正的三角形 叫 It took us all day to drive home 那你问我 老师 开车回家 为什么是土度 不是ing呢 这是它俩的区别 ing表示的是常态的动作 比如说driving home 我们是天天开手回家 但如果我说 今儿这一趟旅行 花了我多少段时间 具体的某一次行为 用土度 明白了吗 我今儿下午打网球 我就用to play tennis 我天天打网球 那就是playing tennis 跟这是一模一样 明白了吗 好啊 所以这句话 它最终变成了啥呢 就是现在 你能看到的样子 更新会再读一遍吧 It took us all day to drive home 非常好 来我们接着往后走 道歉需要勇气 是不是想起一首歌呀 爱真的需要勇气 对吧 都需要勇气啊 道歉需要勇气 爱也需要勇气 是不是啊 Love takes courage 爱需要把勇气拿过来 因为你要面对很多流言蜚语 是不是 道歉也需要勇气 那用英文怎么说呢 apologizing takes college 可以吗 各位 可以啊 在这主要是这个单词不太好发 老师带你再读一遍啊 apologizing 连到一起 apologizing apologizing takes college 非常好 爱需要勇气 love takes courage 很棒 来听一下 外国朋友是不是这么说的 go get it no you'll take forever I'll go get it 这句话 我也特别特别喜欢啊 就是你一定要掌握的表达 说什么呢 他说你帮我拿下那东西 go get it get it 这不是拿过来吗 对不对 go get it 他说 算了 你太磨蹭了 我自己去吧 什么呀 他说 it takes forever 什么是forever forever love 永远的是吧 他说 我要是指望你拿 你得拿一辈子 你得拿永远 所以算了 我自己去吧 所以下回你再跟别人说 我等不上你 我指望不上你 你太磨蹭了 你太磨蹭了 你就可以跟他说 it takes forever 学会了吗 你只要这句话一出来 老外听到你说这句话 他绝对觉得你在美国的纽约 或者芝加哥呆过 因为你没在美国呆过十年 你说不出这种话 好来 我们接着往下走 我们需要休息一下 啥意思呢 take a break break是不是中断呀 是不是 break是中断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中断拿过来 那就是停一停呗 好连到一起 we should take a break 好 那么读快之后 咱们注意一些语音现象 是的 得不发音 take a 连到一起 就变成了 we should take a break we should take a break 学会了吗 这句话经常听到 在美剧啊 电影啊 新闻啊 考试当中 下一个 政府正在采取行动 老师我不会说采取 不 你会 你只是不会用 采取行动 就是把行动拿过来 祸速的去落地 对不对 所以叫做 the government is taking actions 再来一遍 the government is taking actions 非常好 所以在这有一个连读 the government is 好 来 那其实它作为这种抽象的专大动作的时候 我们生活中呀 有很多词会给大家具作固定搭配 比如说take care care是照顾 对不对 这种关爱啊 关心啊 那你想 我把关心拿过来 那是不是就是 你要 你要当心啊 你可要就是放在心上 对不对 有种这种情感 take care take care 对吧 看句子哈 take care that you don't drink too much 当心啊 可千万别喝太多啊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一般加一个that 我们加一个that 后面跟的是什么呢 注意啊 you don't take too much you don't drink too much 我们后面跟的是句子 那你说老师 我想跟个人啊 想跟个东西 跟个名词 怎么办呢 我们注意啊 take care 后面加off 比如说 照顾你自己 take care of yourself 照顾你妈妈 take care of your mom 照顾你的宠物 take care of your pet 好 再总结一遍啊 that后面跟句子 off后面跟名词 记住了吗 好 照顾关心啊 来我们听一个原生片段 Wendy take care of Christy Wendy take care of Christy 你照顾一下Christy 好不好 来我们再听一遍 Wendy take care of Christy 学会了吗 学会的话 做个练习吧 光说不练假把事 直接练习做对 就算你真学会了 好 两个句子你先自己写一下 一会儿听我讲 OK Welcome back 我们看第一个 好好的照顾它是什么呢 照顾叫 take care of 对不对 那 please take care of 你发现这是三个空 怎么办呢 那就是好好的照顾嘛 take good care of him 连到一起 please take good care of him please take good care of him 好 第二个啊 这是花不了多久 就是不会把太多时间拿过来 叫做 it won't take long 这句话也非常非常的高频 老外天天在用 花不了多久 你慢慢赶时间 你慢慢来 it won't take long 学会了吗 非常好 来我们看它的下一个用法 表示转移 我们看啊 这个句子它说 你建议把苏西送回家吗 好 那么这句话当中 我们为什么要用take这个词呢 would you mind would you mind 你介意吗 好 那么在这里有个连读哈 would you would you do you do do you do mind的德步发音 所以叫would you mind would you mind taking Susie home 把Susie带回了家 would you mind taking Susie home would you mind taking Susie home 你把它带到这 它不就是送它回家吗 好 领导情 再来一遍 would you mind taking Susie home 你能不能把我的那个 内箱酒给我送到我的学校呀 would you mind taking my wine school 是吧 你能不能把我的那个 bar给我送到我的车库呀 would you mind taking my bag my garage 是不是 你看这都可以用嘛 来 能给它带点巧克力吗 那是不是把巧克力拿过来吗 就这么简单 好 我们读下句子 can you 是吧 can和you再九个连读下 no you knew can you take her her读哈了以后不发音 her taker taker 连到一起 can you take her can you take her some chocolates can you take her some chocolates can you take her some chocolates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句子搞定了 can you take her chocolates 是带巧克力 那你能给新华老师带树花呢 好 下足够 can you take me some flowers 对不对 你看 句子就搞定了 来我们做个练习吧 能带弟弟去游泳吗 他才能让你到达顶层 这两个句子用take怎么说呢 先自己试着写一下吧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看 can you take your brother 干嘛呀 take somebody 我们 go swimming 其实这个真的没有唯一答案啊 你可以说带你弟弟去游泳 叫 take your brother go swimming 你也可以说 take your brother 干嘛呀 到游泳池嘛 对吧 to the swimming pool 是不是都喜欢 对不对 好那再看啊 带你到顶层 your talent will take you 干嘛呀 to the top OK 所以 虽然我给了你这几个空 但是其实英语真的没有唯一答案 好来 跟老师一起读一下 can you take your brother go swimming can you take your brother to the swimming pool your talent will take you to the top 这句话一定要学会 好不好 那你的才华是可以换成英语啊 你想英语现在只要是个人啊 我们跟国外交流 做生意啊 文化呀 学习呀 是避免不了学英语的啊 所以你的才华 带你到顶端 也可以换成 your English your English will take you to the top OK 好 那么这个表达学会了 咱们就来瞅一瞅 外国朋友是不是这么用的吧 Raj take me home Raj take me home 把我带回家吧 就是这样一个动作 再听一遍 Raj take me home 好 我们三个意思就学完了 那么今天内容就是这里 实际抓拿抽象抓拿 拿过来的动作表示转移 那么下节课呀 我们要继续带着你往下去做拓展 日常口语当中 哪些和他相关的表达呢 小思有大用 英语大不同 我们下节课不见不散 See ya